我 我 只想表明一点 不要再惦记我女朋友了 琳达 你知道了 你怎么来了 我代表总部过来审查项目 我们收到投诉 在英书的国内代理权问题上 你有违规操作 就凭这几张照片 听说这是成立的助理 你们似乎关系太密切了 没可能是有些误会了 你好 我是成立 太年轻了吧 还需要多讯息 不不 我并没有质疑你的意思 只是见到真人 实在是很意外 本来不应该打扰你们内部事务 但是我的手机 也收到了匿名短信发来的照片 是会议网 和我公司女员工的亲密合照 你也收到了 既然程总在这里 那我没有必要隐瞒 我们怀疑艾瑞克 在跟贵公司的合作过程里 有违规操作 是的 我也很怀疑 为什么贵公司高管 在和我公司合作的时候 和我女朋友 有如此频繁的联系呢 这女孩是你女朋友 对 我刚才就说过了 您可能有些误会 她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助理 艾瑞克 你是否需要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呢 一大清早 两位老板就来跟我要解释 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既然你们总公司 需要一个解释 那我也需要一个解释 我身负跟艾瑞克 违规操作的嫌疑 我现在正式向总公司 提出一个要求 是谁发的照片 目的又是什么 到底是我们三个人的 私人恩怨 还是双方公司的利益纠葛 合理 这太不合理了 这件事是我的问题 我一开始 是为了让巡迅 能站稳脚跟 故意让会议网 跟巡迅亲密一点 当然也不排除 会议网本身想跟巡迅亲密 不是 你胡说什么呢 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 我作为律师 我的建议是大事化小 首先呢 不要牵扯会议网太多 也不要影响整个项目 我们之间没有金钱交易 所以他们用这些照片 无非是想指控我们 有性贿赂 但是我们都知道 很明显没有嘛 所以这件事 最好的解决方法呢 是用私人感情 交换这趟水 薛薛 你就受受委屈 你就认了 是城里的女朋友 然后水芯洋花 爱上了会议网 然后城里把你一开 这样的话 牺牲她一个人 能保全两家公司 周全你当真吗 这是工作 几千万的生意 你觉得我会跟你开玩笑吗 看起来我变得光鲜亮丽 可实际上我什么都没变 我还是那个职场上 最容易被牺牲的人 几张照片 根本不能说明问题 我要的 不是证明艾瑞克真的违规操作 只是为了让她在总公司有个污点 影响她在总公司那边的下一步升迁 那这个恶人 不能我一个人当 没有想到你还真的来了 皮特 我们进行了认真调查 没有事实证明艾瑞克有违规操作 但公司员工反映艾瑞克跟玉美玲合作之前 并没有跟公司报备与城总助理的关系 据我们所知 令小姐并不是城总女朋友吧 那些照片我调查过了 是一个 从加密的僵尸号发出来的 我通过黑客 去找这个电话的来源 IP是从你家发出来的吧 皮特 我承认是我发的 我承认是我发的 所以你因为泄露公司机密 被我开除 怀恨在心啊 怀恨在心又如何啊 你如果没有做错事 我也根本找不到你的茬不是吗 好 再提案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就得看看 贵公司的诚意了 干什么 请你自重 小姐 是你主要找我要一个机会的 不行 我要下车 你给我停车 停车 这是假的 不应可以鉴定 怎么 想跟对方女职员发生关系的 不是我吧 职场性骚扰 我们通过正常的关系合作 你又通过泄露机密 来破坏我们职员的合作 是吗 皮特 你就是想说明你和令徐俊没有关系 没有影响到合作 然后程总跳出来 说令徐俊是他女朋友 这不是摆明你们俩联合起来的说辞 此定无因三百两吗 贵公司窝里头真的是太好笑太幼稚了 我不太想继续参与下去了 其实事情很简单 我只想表明一点 不要再惦记我女朋友了 非问也不行 皮特 后面还有人看着呢 女朋友 送我去拳馆 然后晚上来接我 程律 进入角色很快嘛 嗯 以后就直接叫我名字吧 轩轩 你的录音是我发的 你起来吧 这是隐私 你凭什么 你怎么知道有这个录音的 那个 哎 萱萱萱 我用一下你电脑 听我的庭审录音啊 听我的庭审录音啊 我还要看看这个 再提案的可能性也是没有 就得看了 你怎么知道 哎 干什么请你自助 小姐 是你主要找我要一个机会的 不行 我要下车 你给我停车 停车 所以说 你就装作不知道 然后把这个录音发给了程律 不是不是 发给了会议网 会 感谢你们三个串通好的 还让我当了这么多人 承认自己是程丽的女朋友 最爱被她开除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你这怎么可能是惊喜 那 那程丽公开是爱 还不是惊喜吗 这是惊喜 喂 女朋友 女朋友 我想发段视频 你别忘了 你还是我助理呢 干什么 我不想看人耍帅 我只记得 你被王栋KO在地上的场景 我就是要耍帅给你看的 林徐勋小姐 我未曾经 对你的骚扰 表示成绩道歉 我是臭流氓 我卑鄙无耻 你是小仙女 你当然不计小人过 原谅我 祝你跟程总 幸福美满 早生贵子 程总 这灶太小了 我没做错吧 别拍我拍他 我发现你对自己的反思 很深刻啊 就这么点啊 继续反思 不行 不给 不行 给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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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